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他又没有玩过节 准备是滚了时还搞笑的 看一下吧 不一定啊 说不定有打手在旁边站的 这过来帮忙打红了这一个举动 一看就不是高手了 这并不是嘲讽他的意思 一般中路在这个地方 蹲着帮忙打红 都不是高手 恕我直言 直接退出了游戏的高案 坏了 坏了 好来了 还行 网络并不是很好 在家网络并不是很好 游戏改出 这个时候 蓝色放到其他四位水友 压力很大 在听我们这么一讲 在得到这么多信息 感觉 压力有点大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对线 布里斯上来一波 机器飞杂抓动了加纳 给了点燃 打出了闪现还不错 上路的话 加文的确打武器大师 不是那么好打 有点小痛啊 这个还还手 不太好吧 果然呐 被吊水 想要打一波 小黑一波 难道说 刚才 他的吊线是 异地登陆 听我们在查他的战界 可能就拨通了 哪位高手的电话 让他登陆上去了 几流拨号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这个可能 好 先不管了啊 看一下 理清 节奏 能不能带起来 加纳打武器 说实话 基本上是把武器养着 养着 没法跟武器打了 越往后 越没得打 前面带的还是多难盾啊 这没法消耗他 难不够 好 理清是 收掉了大鸟之后 来到了中路 中路压得太深了 踢人太深 还要拉进塔 那是不是 哎 没了 好 闪现掏 直接四波 这塞拉斯给面子 给面子 这个过塔 有点 过分了 财龙被掩发现 那么武器打车要开收了 额线不错 这一波闪现掏了四百块 很舒服 看看能不能用这四百块滚起雪球来 李清是一波绕后 一波这个 哎呀 行不行啊 应该是没 哎呀没 你 尝试抓一双 万一 万一勾到了呢 这也太对不起李清的蹲了 来了 这波要上了 勾到辅助就上 歪的不弹 李清直接溜了 这波继续飞抓 直接让他没有信心了 主要是太歪了 两边 刀差不多 上路虽然拿了个头 但是刀还是被压得有点凶 刀 上路有TP的武器大师没有蓝了 欺负加文 晕不住了 脱离了反击覆暴的击晕范围 海克斯闪现 打一个没有闪现的辅助 还在可以的 击飞之后 这边反手 打一叠 AD有点顶不住了 赶快跑 行不行 哎 叫做这两下没死掉 还是被烫死了 这波有点亏 叫 这个布里斯 你单杀ADC吗 我看一下 感觉上是不太行 其实要硬打 好像也行 他的下能技能能 而且是有被动护盾 最终还是从了 也能打 毕竟对方没支援 但他可能自己有点害怕 勾引 这个明显是勾引 但对手可不是傻瓜 你再勾引 等会儿一个 究竟能把你秒掉 看看杰怎么说 六杰 一个大招 吸口血还不错 哎 闪现秒掉了 秒掉了杰 武器大师的话呢 只要能按 哇 塔下去了一击打他 有点过分 加文无奈 只能回家 但又舍不得 你不过被他冲塔 强杀了吧 倒是有这个可能的 哎呀 扛了一下塔 那还好 哇 好痛啊 这个蓄力击下 宗师之威 真的顶不住 行不行 要不要冲塔 其实可以 看你的操作了 一高 人胆大 跌了两下 算了 加文也觉得他 武器大师不敢动他 也觉得武器大师 不敢动他 他有闪的 有EQ的 所以不是那么虚 好 这层塔 还挺舒服 再吃一吃 哎呀 又掉先了 拉过来个MF 这波有说法 不行 来了 网络并不是很好 再说一波 但是加文到了 加文这波钱 应该不会让你收 好 七几 那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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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太龙这波 W 三段 打出被动 大招 这波大招 AD死了 AD这个位置 跑不掉了 没有闪现 上去 哎 武器大师有闪现 EQ直接交闪 似乎有点玩 哎 吃果子漂亮 再吃 没吃到 他走位失误了 他第一个果子没吃到 大招接 Q 小兵 小兵挡住 一阶闪现 还好 还不如直接闪现 把他往回踢好一点 打了 王针有大有闪 直接闪会好一点 他想省个闪 再等自己天鹰波 可能半天没等好 天鹰波好的时候 发现小兵打了 哇 这个时候 如果加温一个扭身的走位 李星就懵了 省了一个闪 差点省出事 我最大师死的是最冤的 吃果子他可以死不了 但是在果子打开的一瞬间 第一个果子没吃到 吃到就死不了了 有点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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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 卧槽 还皮 还皮 跳起来蛮好的 这波武器大师 要是凶一点 可能刚才就跳过去了 加温好像有点无奈 哎呀 跳出去 超越 红巴火 打不了 跳过去 哇 三段 出发 被动 吸了口血 走位走得不错 李星想了一下 算了 这一套 这一波 太能伤害打满了 但是 有点打不动 李星太肉了 装备太好 这一洞打出来了 发现李星没那么掉血 那李星装备太好了 贾文不太敢出去 没办法 不出去了 他知道前面武器大师应该在 德邦军奇打前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崩盘了 这个 自己也没踢 李星完全可以不用管这个 这个 贾克森 好 下落这波 哎 拿完龙了 你还不走啊 这个 有闪现的 有闪现的还好 闪现的敲 大招的吹 好 加纳的保护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拉 没拉中 中路被 干客成功 哎呀 李星这波走远了 李星 真的是头皮发麻 刚一走就死了 哎 这波是有机会的 对面是没有眼的 李星有大 没闪 可杀 晚了 哎 直接上杀了 直接上是杀了 李星 有点犹豫了 上了一波多人的干客 哎呀 不理事真的是 李星刚一走 这个不理事就倒下了 啊 真的是针犯机器人 哎 踢回来一个 天音波 火音机不出发 让给一滴 哎 你看看 出不出发 坏了 让人头让出事了 有双招 还被反冲 我的天 哇 出不了了呀 心态崩了呀 这个是 心态崩了呀 难受啊 WQ 并不是很痛 果然火影节 武刀落后有点多 闪 开局闪现的鬼手掏 并没有帮他建立优势 反而现在有点炸 哎呀 这把太难了 太难了 EQ 武器大师在塔下也不敢还手 被打了一大半的血 拉一下 针犯机器人被留住 开启了W 腾虎要被缓束 阿童杰怎么说 WQ 见死不救 针犯机器人倒下 没法救啊 这位没法救 整机也太低了 这波李琴 看一下 抓不到啊 发现嘉文也不出来 你先来到中路 不行 发不了 他伤害并不是很高 啊 德邦军级直接打断 烧你一下 哎呦 被巨龙撞击戳的难受死了 哎 不解释连招 给的不扯 李青赶到 怎么说 这波 阿东杰 阿李青 阿 拉没拉中 回来 回头怎么说 送掉 那是 这边刚才阿Q应该是我 又是一波生我 坏了 这 完了 正范机器人直接被洗死了 一波洗澡带走 给上了 狂风之力 知道自己跑不了 开了个隐身 也是 真的真是 哎呀 尝试天音波 尝试W缓速 发到一闪 还是溜了 武器大师以为在那边 其实不在 是在左边 哇 今天的这一盘的比分 差距有点大 哎呀 李青怎么说 硬啊 红buff 直接 被带走 贾克斯赶到 但是伤害的话 好像不太行 闪现跟上 让自己的无形连打 保持 好像没有办法 无奈 4比17 今天的比分差 这一盘 比分差距是最大的 哎呀 这个就 没得完了呀 心态 别崩了 没了 被上点燃 三杀 反向 手里剑 这一盘没什么 原来的 机器 怎么说 蓝色方 要不要考虑投 这盘可投 来 遵犯机器人的机器人飞爪 不行 被风筝 溜了 大招踢走 天鹰波跟上 哎 冲度打断600块 摸过来还行 太龙不敢出手了 想保住这个MVP 0比4 0攻速 大招踢走 大招踢走 猪 大招踢走 小招踢走 一盘 不敢打 小招踢走 小招踢走 老挟 你还要跟他打吗? 反手要杀你 打招 给你溜一溜,漂亮 没办法 提送,直接下去了,上头 来 回头吸口血 一个摸眼帖 好 好 W 轻身 哎呦 搞了半天没死 泰龙赶到 泰龙又没大,没大吧 缓速,红buff AD打人还是痛的 安强跑 正反机器人 跟不上了 灰尘,不太可能 你怎么办 没办法 950块 想保住MVP 太难了 保不住 两条龙啊 那还行啊 这盲身还是可以的 扣了两条龙 超能力 特别拥有 对 来了 拉一下 武器大师 打了一套伤害还可以 但是行不行拉空了 有机会 不值钱了 武器大师的单挑还是强 装备不是很好 这边是立马拿个峡谷 接受带来还可以 李星也是 WQ接大招 引杀阵 直接一个洗澡 带着 这不是真正的火影节 你才是火影节 你没挤进去 雏王震霸才 增加一个新的规定 不可以完结 完结直接踢掉 永久取消比赛之格 蓝色方虽然劣势很大 但是还是要 坚持一下 一些爆弹来了 哇 这一举 击飞 大招 这追进来没必要 冲二塔不行 马上冲出四了 你这个再被拉回去一个 完了 给机会啊 给机会啊 看不起我同杰 看不起我同杰 大招引杀阵 鬼斩W往外跑 一个手里剑 啊回去 伤害并不是很高 一套连刀打你350 人呢 怎么原地交闪现这个杰 几个意思啊 挥手吸 哎 带走一个还可以 跳过去被运作 杰往后走 完了 被卖了 怎么说 还好 ADC赶到 给了个大拇指 耐斯 12比24 同方有点膨胀 冲了两个塔 哦 给对手机会 真杰拿 真拿这个杰 不当回事 哦 杰现在很生气 第三雕龙 李青要不要尝试一下 感谢今天的风 甚至温柔 送上了飞机 谢谢 干了 山了 往下 下了 那 拉,没有拉中,这些跳斩走,小龙都没了,怎么在这里纠结 哇,这么多人抓塞拉斯 一路上没有眼,非常好,塞拉斯能不能察觉到,好,没了,漂亮,那对手应该要打大龙了,这么多人,四包一 晕坐,没晕坐,开了今生,再劫难逃,让你知道 好,可以终结,但是这边直接拿龙,你这个拿大刀拿龙过分了吧,没必要吧 哎,李青,如果你能把这个龙拿的话,真的立大功啊,立大功啊,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吹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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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他下去了,他下去,皇子烧 啊,说一个,还行,谁落地,武器大师,逃跑一个,杰来了,引杀阵鬼斩,手里剑W,一气合成,而且人都已经溜了,现在杰也是非常的愤怒啊,让你们拿我不当回事 这波,蓝色方大补,剧情反转,15比2-6,有说法 有说法 有说法 你别说 这要是大意的话,还真的 这卡莎武器起来还真不好说的 还是别浪,啊 我感觉红方还是不要浪 浪的话 哎呦,这个伤害 这个伤害怎么样还可以洗澡 那没拉中闪现交的快,反应非常快 截来了 怎么说,两段那不要追一下 哎,有说法 漂亮,这波,阴了 啊,被阴了 赶快跑,再不跑要炸,武器大师还不在,没有TP 但是在推二趟,还不走,还不走 赶快不要管劫了 赶快溜,赶快溜 拉了一下,一闪现EQ2连,失误 但是盖中两个,大招瞬间解开 反手拉一个,没拉中 武器大师上路立功 虽然发育很差,但是单带还是一霸 只能溜,泰龙翻墙 想要过来,但是武器大师也不是傻瓜啊 好,根本不给机会 闪现的拉,如果拉中了一大弓 好,哎 行不行呢,反杀 有大招的呀 跳走,如果你再追的话 想要单杀辅助,但是并不能完成 哎,你刚才就这个装备 你打了半天就有个十字高 你在干什么 你尝了多少钱 你留钱买英雄啊 哎呀,你看看,让你在这当面 你在瞎胡了吗 你还出了个收集者 收集者高起来了 这是要收割的意思 这个信号 哎,这波洗澡 还行,拉回来一个 武器大师 跳进去 数据还不错 哇,卡莎站出来了 直接带走了MF 又带走了加纳 开启了隐身,红buff A不到 CFW开启了治疗 再A一下,行不行 不太行,W带走 NICE 你可爱 你可爱 武器大师再收回头 你可爱 啊 武器大师起来了 卡莎起来了 莱瑟发三条龙 你看看 你看看 出问题了吧 膨胀啊 跟你说了 后期 对面两个隐藏后期的 卡莎这个装备 他瞒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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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上一波大转啊 卡莎这无敌了 回家 大转 大转 经济反超 经济反超 经济你要知道 这是反超了 好吧 怎么说 哎 亮一个标志 跳了五 五十块倒是 搞不好观众还选我MVP 再把你们要选MVP给杰 必须启用 最终解释权 你们不要吓胡闹啊 我们有一说一好吧 SVP你乱选就算了 没问题 MVP是要晋级的 并不是草讽节的意思啊 我只是说要把这个比赛的规则要给他整明白了 跳舞 大拇指给起来 搞对手心态有一手 哎 就搞你心态 让你膨胀 让你调皮 让你误以为我是麻瓜 但实际上队友很猛 让你大意 武器大师无敌了 但是 这样被打也是扛不住的呀 这口吸血 卡莎赶到 战斗已经结束 卡莎要不要尝试一下呢 要不要呢 不敢啊 算了 哎 打的过来了 要搞事了 收集者好像不带行MFC找无敌开了精神 只能等死 1Q2连 直接击飞 接天崩地裂盖住两人 姐你在干什么 WQ边缘OP 哇 你这首WQ人都没过来 你人过来呀 你是影子要是放 放到墙这边来呀 你人不过来可以理解 你影子要放过来呀 你影子也不放过来就过分了 直接 WC耍吃 跳个舞 搞心态有一手 好 好 再留 这一波可以的啊 两个 双膝 被前面团战开启之前被打散了 杀掉了啊 所以输了 看看 蓝色方 后面能不能把握做机会 这一笔战杀 下一条龙啊 第四条龙 现在赶快把这个小龙看好 哎 有些 打掉 直接打了 甲格子有TP 没有眼的 哎呦 这个龙收了还 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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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来不及 反应不过来 哎 武器大师单单 谁能打得过呀 大招只能起到一个牵扯效果 等待队友到 但是武器大师知道这跑不掉 反手杀AD 倒是一个好枪法 下一波跳展行不行 闪接着吹 你这个吹 啊 反正猫还可以 洗澡洗不动 好的 过分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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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网络并不很好 偷了个大 给这个闪现躲掉 W一跳 我说伤害也太低了 对 卡莎的装备非常不赛 他最后一点 还差最后一件了 看来是要出精神了 留下来 震弹布里斯 闪现回手套 哎 套过来了 卡莎的输出 有点高 但是不太敢打 没有输出空间 鞋来了 武器大师也来了 鞋过来 不敢上 武器大师一马当千 好 让 让不让 卡莎一表过去呢 留下来还是怎么说 不太敢 队友跟他说姐 这条龙必须要争 这条分胜负的龙 来 看看 姐 先给个道 直接回来了 只是一波虚晃 引杀阵 好 蒙子拿到第四条龙 Nice了 要不要追击 好的天一波 给中了 要跟过去 要跟过去吗 没有跟过去 跟不上 非常好 第四条龙 Nice 哎 抽了一个大招 在那是犯错误了 大招躲一下 有精神吗 没有 闪现一Q 刹起三个 啊 这个大招完美了 哇 这一波 MF和黄子推合 堪称世界级 这个位置太棒了 Nice 这一波舒服了 哎 但是你一个人追 好像不太行 这一波只是流人效果 非常好 MF一个回首 狂风之力 但是伤害太高 哇 这个大招吹得不错 最后一个平A 小兵收掉 很精彩 只剩一个卡莎 这边只剩一个 MF 两边想了一下 多不回了 什么意思 到底是推还是回 你有大龙buff 你怕什么 他回你也回 哦 好 可以 MF 技高一层 两边全都死了 自身AD 复活甲也是做出来 了 哇 很激烈啊 打到这个时候真的 不好说咯 这真的不好说了 一波的不行 非常精彩 但是男人方四条龙 有一个火龙的这个 哇 龙魂啊 爆炸造成136的星星伤害 跳个五 现在打到这个阶段 路死垂手 不好说 我们 看谁能立功 谁会犯错 要不接来 利手攻呢 其实这一盘 他只要搞对手心态就行 或者说能把这个 MF给他 偷死 或者打跑 都算立功 武器大师不在哦 武器大师不在的 这也不敢推 男车方也不敢推啊 武器大师来了 来了 我感觉紫色方 红方反正不好打 刚才能赢 就靠这个大招了 在这个位置 上当了吗 杀截 诶 你回啊 追的枪 完了五位是留不留得住 侦判机器人看你的了 看些唯有旧梦在的飞机 拉 拉上来一个有了 下来了 诶 哎呦 算了算了吧 对面无了什么 哇这把真的 很难说 大龙 大龙来了想要留武器 诶 这个位置 萌生的位置不错的 想要 nice 双C倒下 有了 双C倒下 下拉之后 因为没什么要看这个精神只能等死 大刀洗澡还不错 威力很大 但是下个车立功 前不前 闪现晕 哎呀 晕住但是自己死了 这一波MF又立功了 这个大招少得非常的好 真的是 路回风转 大龙收了还 哇 来了 网络并不是很好啊 他并没有挂机的意思 大家不要误会他 他可能网络是真的不好 这几波女枪的确是发挥的 诶 这个膨胀了吧 哇 一下那么痛 打不打一下那么痛 要要 没有 没有 这个远古龙可见吗 啊 远古龙真的是 谁拿到 你打架基本上 稳稳的赢啊 远古龙最后一波 这肯定最后一波了 这肯定最后一波了 来啦 来了 这边的血量不是那么好 健康 布里斯能不能抓一个呢 我指的EQ 要打 扛不 哎呦 你在干嘛 你在 起到一个下火对手的作用 有 MF抢破了 看一下打起来了 布里斯倒下 有龙buff 有龙魂 顶不住 这个大招缺的还不 哦 卡莎 立空 卡莎立大功 本来是MF大招抢到龙一波洗澡 龙魂buff 疯狂触发 感觉要拿下 卡莎一下子冲出来打了个爆发 不然的话 就要被龙魂一个一个吃掉 没有兵啊 没有兵的话 这防御塔会变得非常的耐打 如果有兵的话 就一波了 没有兵线 我的天 这个还真不好说 因为蓝色方的龙魂 这个这个也没有龙 这个这个远古龙的 赶快小兵来了 诶诶诶诶 你这个时候要被塔打死 我跟你讲 哦 蓝色方集体投降 你关键时候你来 哎呦 还没拆掉我的 诶 缓速 还想反差吗 给了个大拇指 让你吹 骗到 骗到了 有秒表 还不错 骗了个金身 骗了个眼 诶 烫死了 这个被烫死了 感觉要被一波了 我猜 这不会 不好推 不好推 回家最后一件装备做出来 我甲 基本上 这是最后一波的事情 武器大师 武器大师这个时候很厉害 但是 太龙只能开大跑 武器大师铁陀螺 打不带动 你推它就反扑你 像个打击 开近身 洗个澡 反击风暴 只能等死 但是付出四个人的代价 推的话 结盲了复活 武器大师一死的话 有能推 礼琴 凝宝马 击中了 拍一下 伤害不太够 完了 完了完了 这把男人帮没了 卡莎行不行啊 卡莎 没被控制住 哎不错 这个切过来的非常好 有复活假的 感觉是逆天了 虽然倒下了 结也出来了 结立功了 结立功了 结赶到 好的 回斩空了 大招 虽然技能放的是一塌糊涂 但是啊 起到了个流人效果 哇 这个要被一包了 最终还是卡莎站出来了 虽然武器倒下了啊 但是卡莎站出来了 卡莎这波大刀的切入 太棒了 带着了MF 漂亮 拿下 50到手 心不得 恭喜 蓝色包 拿下这场比赛 起程转折 冲回路转